距离前10号台主持人杰西·贝尔德及其伴侣 奥航空城鲁克·戴维斯遭到枪杀 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经过数天对多个犯罪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 新州警方于周二下午 在位于悉尼以南约两个小时车程的邦格尼亚 建立了第二犯罪现场 案件也随之出现转机 警方表示是透过嫌疑人 伯·拉玛尔·康登的供词 锁定了遗体的位置 这名在职警员曾与受害者贝尔德交往 2月19号他涉嫌在贝尔德 位于悉尼帕丁顿的家中露台 以配枪杀害了这对情侣 案发后的几天内 嫌疑人拉着冲浪带纵横新州数百公里 将遗体移到了第二犯罪现场 然后于23号出面自首 这起命案除了让专案小组疲于奔命 连带影响到了希望参加 玛迪瓜·悉尼同性恋狂欢节的 新州警察同仁 周一晚活动主办方宣布 今年将不邀请新州警察局出席游行 为此新州警察局长亲自出马 与活动组织者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议 试图帮同仁请命 证件人士也纷纷敦诉委员会重新考虑拒绝警察游行的决定 If you're asking for my opinion, I hope it yields a breakthrough, I hope the police can march Those police officers marching in the Sydney gay and lesbian Mardi Gras are members of the 另一边 另一边LGBTQ+,民权组织以及新州绿党则对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支持 反对者认为 如果警察最终得以在悉尼同性恋狂欢节中亮相 那对LGBTQ+,社区而言将会是巨大的背叛 SBS中文新闻陈美军报道